罗昌平老师您好 欢迎来到香港大学 那听说您最近做了一个新项目 就叫做优客网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项目其实运作有接近半年的时间了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 在中国市场做消费品的检测 把中国消费者用的这种日常的用品 在中国采购 然后运到德国去做检测 然后翻译过来 形成这个检测报告以后 我们在中国这个复联网上发布 大概就是做的是这么一个事 对 运到德国去检测 主要是为了有调查的独立性 是吧 检测的独立性 因为中国很多的实验室的这个独立性不够 他们都是官办的 或者是官办方的这种一些机构 所以如果我们委托给中国的实验室 有些他是不接受委托 有些是接受委托检测完以后 他不同意你发布报告 所以我们为什么选择德国 是因为同事是跟德国有一本 做了30年的这个杂志 优克泰斯的一块合作 他们一方面有30年的经验 减做过15万种这种商品 另外一方面就是团队也是非常的专业 就给我们提供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支持 因为您也是这个著名的调查记者 那么听起来您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呢 跟这个我们平时的调查报道 好像也有点一脉相承的感觉 您这样不看吗 再一看来就我这个跨界还是跨的比较远的 但是实际上优客网本身也是一个媒体平台 我们关注这个食品安全 这个生态环保方面的 也包括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等等 我原来是主要是关心这种政治新闻 跟这个法府调查 那么其实现在就是往下沉 就是跟这个老百姓日常生活 更相关的一些事情 其实这个里头的事情还是很相似的 一个是对这个专业性的要求很高 另外就是我们就是做的这个事情 目前来说实际上同类的调 这个竞争者比较少 我是在做一个互联网时代里 他做一个相当慢的一个东西 那媒体人一般就是说 还是处在一个自我认知 在社会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但是从媒体转型 到了现在又来做产品做创业 其实中间的这个转换是有些挑战的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一些挑战 我稍微有一点好 就是我原来做从事管理工作也比较长 我大概23岁开始在这种深度报道啊 包括在报社杂志社里的就开始做管理了 然后后来我就去中国国际工商学院 读了这个研编 在包括财务啊 公司管理运营方面也还是稍微有一点储备 所以比纯粹的就是电厂记者 就是直接转行到企业 可能还是有一个前期的一个适应期 但是短板也很明显 比如说我们原来做的是单线条的一个东西 你把某一个报道调查出来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 我同时是这个企业的CEO 就是实际上就是要跟各个条线全部要打交道 一个是公司内部的管理 跟每一个团队的成员都有这种沟通 然后是要处理跟外面的跟厂商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这也接下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还有一块就是跟政府的关系 这是也是必须必须要做的一个事 那食品安全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的一个主题 那您选择做这个 是不是有您的责任感在里面 这个项目说实在的 它要像我们现在中国内地做这个创业的 说都是奔着上马云马化腾那样的目标努力 我这个项目一出生 就不是奔着那种目标去努力的 所以它再来自于这个商业上的回报 所以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当然它肯定不是一个在商业上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里头本身有一定的侵华在里头 我觉得德国因为有那个优格泰斯的那本杂志 30年来对德国产品的这个质量 提到很大的帮助 大家也知道德国的这个消费品的 或者是德国制造的东西品质比较好 我希望的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东西以后 它就树立了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就相当于是可以给中国的消费品 可以照一照它到底成色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能够为中国的消费者 消费的这一类东西 同时是为这个消费者的权益 你也能够提供一个保障 好那谢谢你 谢谢